水里市区的工友市场从民国73年启用至今 在921大地震后渐渐没落 而为了活化地方闲置空间 水里乡公所邀请在地创业的返乡青年 租用三楼的闲置空间作为办公室 也能够为市场活化的方向进一步做规划 此刻在我们的工友市场三楼 原本这场地是我们的代表会议事厅 至于因为新建的代表会 所以说这地方闲置已久 后来经由我们地方的团体 做一些公益事项 最近有我们一群年轻的朋友 因缘机会跟我们乡公所乡长有接洽 至于看得到这场地就使用给他们 有闲置的地方都经由他们精心的策划 有一些成果会陆陆细细的展现出来 新议员王秋淑也表示 闲置空间的活化应用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感谢公所以及年轻人们的用心 也期待未来发展新商机 我们水里乡也有很多 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要来成立一个存在印象 可以来造福到我们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水里乡更活化 因为之前因为他们没有办公室 也没有办公室来做一些很好的桂枝 来跟我们水里乡公所 来跟乡长来参照 乡长也能完成到把我们市场三楼 闲置空间来给他们腾出来 让这些年轻人 可以让他们很舒适的办公的地方 也希望他们可以来整个围 到我们水里乡 就让我们市场更好 让我们水里乡的周围 可以更美丽了 水里公的市场三楼 除了有办公室以外 就是开放民众 住用的闲置空间 后方原本前置的仓库 最近已经被返乡青年的 创生公司来住用 水里乡公所也希望 这是活化的第一步 未来也期待可以与在地年轻人 互相讨论 找出更多活化水里市场的办法 记者邱平一 水里采访报导